在这个汽车工业上面 看到成绩有目共睹 但是后来中国大陆发展起来了 尤其是走新能源车这个路线 现在看起来西方的车业 真的是慢慢在走下坡 结果现在看到是 德国福斯开了第一枪 要关场 哇不得了 结果当然了 理由是为了要削减开支 但是呢却引起了社会震荡 因此看到呢 他们现在已经有上万员工 指标与旗帜高呼再见 那但是呢你说这个震荡 到底会有多大的冲击呢 那会不会可能也引发了一些 经济社会或政治的问题 那再来 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CNN这个美国的媒体 他就披露一件事 他说全球汽车制造商 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 过去呢 好像在中国车市里面很好赚 他们赚得饱饱的 数百万辆汽车销售 赚取巨额的利润 但是现在怎么和中国人竞争呢 一家汽车咨询公司的执行长 邓恩就说了 外国车制造商 发现他们在中国的份额消失 现在世界汽车工业的新中心 是中国 在这赚的钱比上帝还多 这种日子到头了 怎么好像说着说着 有一种感慨呢 有一种危机感 蔡委员 我就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 跟大家说明 大概25 6 7年之前 我一个好朋友 他在担任BMW的台北的经理 还不是副总 不是总经理 那个时候BMW在大陆上去 做大笔的销售的时候 当时想要找一个台湾 通语言相通文化相同 找一个人去那边北京当主管 当主管 那找了找去没有人要去 觉得那个地方 怎么会有人买这么贵的车子呢 对不对 所以推来推去 资深的不去只好拉到资钱 他是资钱的经理 他想说如果不去的话 大概以后没工作了 所以说上面的人都不想去 就叫下面的去 资深的不去 这只好轮到他 那他相对比较年轻嘛 就去了 他已经在台湾 一年大概可以卖到200部的BMW 算是业绩很好的经理 他去了以后 半年而已 他傻眼了 他一个月可以卖到100多部 后来变成一个礼拜 可以卖到100多部 后来曾经有一天卖了好几百部 他都傻眼了 然后在台湾 他可能干到65岁退休 他在55岁就退休了 你就知道那个是大陆 外商车市的黄金时代 所以他们讲说 赚的都是比上帝还多 他其实真正的用意是说 他们把这个称作上帝的水果 怎么那么好康 因为在全世界没有这么大市场 他们就奇怪 大陆不是有自己的车厂 那个年代里面大陆的车商都是国营事业 几乎没有内卷 后来内卷起来以后 哇他们很激烈竞争 但是因为他们还有优势 那个是燃油车 平坦心讲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 做得比较精致 那大陆的高级车还没上来 结果现在电动车出来了 他们发现到电动车带动了不只电动车的崭新的品质 而且还带动燃油车的车体设计 大陆以前的燃油车怎么看都土土的 就因为电动车一来 大陆燃油车的外形开始变得很漂亮 内装也变得很漂亮 所以整个中国的燃油车 电动车在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突然间暴涨 那对于这些外商车市来讲 它面对的是大陆本土车辆产业的成长 它的空间就缩小了嘛 力量获利就减少了嘛 价钱就很难提的很高的嘛 服务各方面要更好嘛 成本就不断垫高了 可是这整体来讲 不只是在中国大陆的内部汽车市场 产生强烈的变化 在欧洲一样啊 欧洲以前都把 比较一般的零组件 送到中国去组装 所以你看啊 有那个Volkswagen就是大众汽车 还有宾斯BMW 在中国都有局部的一个零组件的工厂 其他的比较重要从 这个欧洲送过去 现在发现 中国做的零组件越做越好 那干脆从中国做好了以后 卖到欧洲去 这样成本会更低 那本来是不明显啊 可是俄乌战争来了的时候 打破这整个结构 欧洲战争 中国没有通过膨胀 欧洲通过膨胀 用三个字 吓死人 所以变成欧洲的生产成本就突然间垫得非常高 那再加上欧洲因为欧洲战争 整个经济停顿 所以订单更大幅减少 你想想看 订单大幅减少 成本大幅上升 一夹 砰 又挂了 这是目前欧洲的汽车的产列的 那中国大陆刚好相反 虽然有内卷竞争了 他们已经没有像过去的好的 可是他们想要转型 就开始找什么 像那个 谁找那个 VW找那个小鹏汽车合作啊 然后宾市找谁合作啦 BMW找谁合作啦 所以开始要一种合作的模式来深根发展 那我觉得就车的市场现在真的是战国时代 那中国是等于是当年的秦国 那其他的欧洲国家就是比较弱的什么秦国啊 韩国啊 造国啦 属于这种局面的 可是我是觉得欧洲也不用太担心啦 你想要重新再赚到上帝的水果的话 就要看准跟中国大陆做技术合作 产品合作 市场的合作 因为你的电池明显是落后的 那你就买中国电池啊 你做的车子还是一样好啊 那如果你的系统不够好 那就买鸿蒙啊 买华为啊 那你就会了 那欧洲能量有它的优势 我们不能否认一点 欧洲车的 它的车股价就是比其他车来的稳定 那这个东西不是美国车 中国车一系之间能够基建做的那么好的 所以用你的优势 加上中国的优势 那就把美国车跟日本这个打垮了不是很好吗 蔡委员还给他们开药方就是了 对啊 好 但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你要其实发展起来的话 这个蔡委员你应该同意嘛 就是你要发展新能源车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在推动的方向 这点没错 所以现在其实说真的 而且如果是插电式的能源车的话 一般的基建还在啊 是啊是啊 所以他们怎么没有讲 就说那些外国车商里面要看一下Tesla 特斯拉其实事实上面临到中国电动车的挑战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压力大 可是呢在今年的七八月 我已经看到他们的销售数字是上来了 那当然也是受惠于这个中国的政策补贴 那我要请教一下这个将军啊 因为你看其实往这个新能源车这个方向来发展了的话 有益健康是不是 有益身心 因为呢现在你看根据世界气象组织 他们就发布空气质量的报告 中国跟欧洲PM2.5浓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在这里我们看到呢 他提供出来这个数字显示说 中国大陆呢 他现在的空气越来越好 所以减排碳排量 这个绩效确实是什么 是在逐年的增长 那换句话说 如果照这样来讲的话 其实事实上这个就是什么 中国走对了路是吗 将军 我特别要讲 大家如果印象中2008年的话 奥运那时候在北京举办 那大家印象中北京还是一个 这个PM2.5很严重的一个都市 然后满天的阴霾 那是为了举办这个奥运 还有世界性质的会议 北京经常下令说是周边的工厂 几天之内不可以开工 然后以免工厂的烟囱排放废弃 然后希望说有那几天能够有晴朗的天空 然后大家还戏成北京叫做北京蓝 那个天空叫北京蓝 就代表说它禁止工业的生产 但是曾几何时其实也不到20年的时间 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再到大陆去看的话 现在几乎没有说再有这种 说禁止这个时候 我们要举办杭州亚运 或者是举办任何运动会 或国际级的会议要在这个城市举办的话 禁止周边的工厂不再开工 那为什么中国有这个能量呢 就是因为有它所谓的新三样的发展 新三样我们都知道 第一个就是太阳能发电 电池还有电动车 所以你不要小看 这个三样用这个太阳能 用绿能来讲的话 确实不但可以改善它的空气 PM2.5的品质也确实可以造成一个 干净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是未来人类必须的 要走的一条道路 那中国在继续在这方面发展 除此之外 我觉得以前来讲它烧煤比较多 所以造成PM2.5比较严重 那汽车大部分都是燃油车 现在这个我一个朋友 到大陆去他回来以后 他旅游完回来他跟我讲说 他到大陆接受 他有兴趣去数一数 因为大陆很明显的 他电动车牌挂的是绿色的车牌 然后一般燃油车挂的是蓝色车牌 前面还写给他的省份 譬如说是广东的话 他写个月或什么日 但是绿色的是这个电动车 纯电动车 所以他很好奇 他去看他说 大陆上面马上就数一下 有一半以上是挂绿色车牌 所以大陆现在来讲很明显 它全部都是已经一半以上用电动车 当然有些部分还是用燃油车 但是燃油车就像刚刚蔡博士 所讲的一样 它也是油电混合的这种燃油车 那第二个来讲 我们知道大陆积极在发展什么 第二个就是它发展太阳能 这个锂电池这种这个绿色的能源 此外来讲我觉得它不管是核能 或者是用燃气发电石油发电来讲 也大幅的进步 已经减少煤矿的开采 也减少燃油车的发展 所以它在这个整个对地球来讲的话 绿色能源确实有很大贡献 目前按照这个世界气象卫生组织来讲的话 中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 能够将这个空气污染降低到最低 PM2.5降低到最低的一个国家 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国家 好事实上其实你看现在呢 空气好了沙沉们要变少了 那还有呢就是大陆现在其实在发展核电 其实呢也用更多的核电 那当然空气不就更干净了吗 所以这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就是要继续坚持的走下去 那当然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 中国现在呢是要忌弱扶贫 要共谋发展互利互惠 这也是一个坚定的路继续走 现在是要跟谁合作呢 不就是非洲吗 杨老师我注意到在这一次 这个中非合作论坛的峰会登场 4号开始一连三天 那我们其实有注意到就是说 外媒好像他们在关注什么 他们其实在关注说 哪一个非洲国家没去 非洲埃及没有去 对不起埃及在跟土耳其谈大事 然后呢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邦交国 这个谁 史瓦丁你没去啦 没去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就是有邦交的关系嘛 结果问题是大陆就是很坦然啊 很淡定啊 就说那这是你的损失啊 你自己要斟酌要衡量啊 那好像也没在怕 没在乎 但是呢现在你看他宣誓 习近平出席了这个开幕式 发表了专题讲话 他里面提到了10个伙伴行动 要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 引领全球南方现代化 那讲得很明白一共有哪10点呢 其中特别聚焦了 我们再看到第三点 产业链合作伙伴行动 大家一想产业链 中国是个制造业的大国 但是你制造业你需要有很多的原料 要有关键的矿产 中国大陆不是没有 但是也别忘了 非洲可也是非常的丰富的矿产 因此现在如果说能够共同的 包括开采的合作 包括掌握到这些关键的矿产 那其实也不怕被卡脖子了 是不是这样的考量呢 老师 这个布局其实已经很久了 不是只有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期间 当然一带一路更加深了 就是说对于相关的重要战略性矿产 的这个开发出口 那但是它也不是只是到那边去挖矿 因为西方的媒体既然会写说 这个盖铁路或者是公路 其实就是为了这样矿物 能够出口到中国大陆去 那这个其实只有几个国家 并不是到非洲到处都是矿 并没有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你看这一次53个国家 去就是中非高峰论坛 里面有25个国家是这个国家元首 所以埃及是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呢有25个国家 一半以上国家元首 其他都是主要的这个代表 那因此六年以来 第一次的这样一个实体的会议 我觉得别的国家已经做不到了 美国已经不开这种会议了 反而是日本在就是帮忙 美国在开一个类似像是日本 这个非洲的 就在前不久 也没什么太大的这个意义 那因为其实它自己本身 经济发展也停滞 那日本啊 然后整个其实跟非洲的 产业链的连结也越来越弱 那最近在开那个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记者问 我们的日本汽车为什么 怎么样才可以再回到俄罗斯 那你活该嘛 你自己要离开了对不对 那当初你跟着美国制裁 制裁之前 你知道俄罗斯市场是美国 日本汽车市出口的第五名 是重要汽车市场 那你现在自己离开 那现在非洲并不是说 这个中国抢进去把大家给赶走 不是 是西方国家殖民了多久 你看看那个国界化的这么直 是 对不对 剥削了多久 然后呢 还是一个所谓的黑暗大陆 结果中国可以在十几二十年 用一带一路 用基础建设 用工业区 你知道那个 伊索皮亚 对不对 80年代的时候 We are the world Queen 做的那些演唱 慈善演唱 都是要去救这个失败国家 大饥荒的伊索皮亚 现在平均的经济成长率 大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甚至有的时候 有一两年高到百分之九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其实 然后呢 可是不要误会 它不是什么债务陷阱 因为如果把那个所有的债务 都找出来看 中国的债务 这些国家 平均大概只有两成到两成五 最高的就是这个伊索皮亚 因为没有人要去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地方投资一定是打水漂 所以中国的这个贷款 大概这样将近四成 可是中国的贷款 是帮他们做开发 然后呢 做连结 做外贸输出 做工业区 这个台湾的间接贡献 因为我们过去 台湾人把这个工业区的概念 带到大陆去 大陆叫高新区 我们超爱尔兰 我们也超爱尔兰 但是呢 这个大陆就把它带到 像是这个伊索皮亚 好多这些 有非洲四小楼 你听过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啊 美国已经没有办法去 往非洲去看了 已经没有办法 它以前西方媒体还说 债不去的话 这个非洲都会被中国抢走 但是实际上现在 美国提供的这些贷款 或西方提供的贷款 不管是民间的 还是这些IMF World Bank的 其实占的还是这个六七成 可是它都是债务性的贷款 也就是说金融性的贷款 那借钱去让你还钱 最后还是欠了一大堆钱 所以西方的这种态度 跟中国就不一样 因此我们现在说 这个习近平 我记得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不可以落掉任何一个国家 对 你知道美国如果 如果当初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他用这种态度来面对全世界的国家 真太好了 他这个老大一直就要去 对 对不对 它是一种世界体系的那种中心 然后呢这些国家 变成半边垂的地带 是不断的被剥削 那结果现在谁在帮助他们 中非高峰论坛 习近平主席做了很多的一些宣誓 那他这个里面谈到 是未来三年 因为真的 你必须要有投注更多的资金 他说要投资非洲 3600亿元人民币 那当然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呢 里面还有提到 中方要鼓励跟支持 非方在中国大陆发行熊猫债 来提供更强而有力的支持 所谓的熊猫债 又是什么样的意思 是怎么样的运作呢 那你说现在就是不讲讲而已 而是实际要拿出这个资金 是真金白银 那换句话说 这个西方媒体还在那里嘲讽 或甚至是质疑 不要说债务陷阱了 而且还说都只会讲讲 中国经济现在只是什么 越来越困难了 所以呢是不是可能 自己经济都放慢了 看看中国还能拿出多少钱来 现在就给你看到 中国还要继续的 挹注更多的资金 委员 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中非论坛 是相当相当有诚意 他同意非洲国家到中国 来发行熊猫债 那熊猫债 不是一个正式的名词 是一个通俗的名词 就是说外国的机构 到中国来发行人民币的债券 就借人民币的一审 那中国的投资者 或者银行金融机构 可以买这种熊猫债 那因为在中国发行的 可是是外国人来借钱的 我们就称作熊猫债 那如果是他跑到香港去发行 然后用港币发行 那等于借港币 我们叫点心债 那一样的 如果有人跑到日本去发行 去借日币 那是外国人 不是日本本地人 那我们就称作寿司债 这个当然 金融市场上的一个 俗称 俗称 哪一个俗称 那来台湾 目前没有 夜市债 夜市债 怪怪的 杨老师自己编的 对 那除了这个以外 第二个 他现在刚刚宣布 就是说 中国让非洲三十几个 相对比较贫穷的国家 卖东西到中国 全面零关税 那中国卖给他呢 爱各多少关税 随他变 并没有关税的互惠 有点像前段时间 单方面免签证 他现在单方面免关税 这个真的对人家好啊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非洲国家 卖东西到美国去 照常客啊 你再穷也客啊 那中国是觉得 哎呀朋友嘛 你经济相对 守得比较低一点 我在客你卖给我的税 让你卖不好 于心不然 所以这个 我是这个 真的非常好 哎呀不得不给习近平鼓掌 我本来不太经常学念你 真的好 真的好 但蔡委員领域还有一个 就是警务协议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 跟这个中国大陆 在其他的国家 是帮助训练警务的工作吗 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知道 非洲因为发展比较慢 所以他的一些 警务人员的训练 相对的受殖民时代影响 比较 怎么讲 比较凶 比较 比较 比较霸一点 所以经常警民冲突在非洲 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大陆上的所谓的民警 他已经非常非常发达 非常上轨道 不要像美国的警察 动不动要带个枪出去 每天还要算数 会不会开枪杀人 大陆的民警已经走到 非常的高发展的阶段 然后他现在这种警务协议 其实就是在帮助他们 完成一个新的警务系统 跟警务的训练 西方人就会 眼睛就会觉得说 你训练警察 接下来训练军队 那以后再变成中国的军队 那军队早就有在训练的 反正警察是比较慢 太平洋岛国也有 对 太平洋岛国 也有警务训练 是 不要讲太多到美国生气 不过那个是澳洲 是 对 澳洲 所以这是好事 其实中国不只帮 那个中国大陆 有在所罗门群岛 对 不只是帮他们训练 这种警务的系统 警务的人员 警务的通讯等等的规矩 更重要的还帮他们训练 基础劳工 所以非洲有很多很多的 鲁班工坊 规模都很大 规模 可以学基本技术 所以以后非洲 会有很多小老板会出现 因为都是很多小老板 都黑手出来的嘛 所以而且黑手 以后你会发现 他懂中文 对 现在确实是他们 有越来越多非洲人 他们也在学习中文 好 刚才我们再来讲 那如果是在台湾发行 要叫什么债呢 ANDC很有才 说可以叫黑熊债 那不知道这个杨老师觉得 是否满意呢 好 来 这个欢迎大家 黑熊不知道台湾有 黑熊最多是东北 他们弄错了 其实是东北 东北 那个V字形 那个熊实际上是东北 好 但是 但是后来就好像变成是 一个台湾的象征 马上就会有一个联想 好 不管怎么说 刚刚我们聊到了非洲 我要请教一下立将军 讲到了这个非洲 其实就要谈谈军事方面的合作 中国大陆其实是在非洲 是有什么 有个军港极部地 是 极部地 对这个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很重要 但是现在呢 你说 中国的军舰 要能够在全球各地 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地方 来靠港 现在呢聚焦于哪里 东盟国家的柬埔寨 我们看到呢 柬埔寨的国防部发言人 有讲话了 中国最快明年 在向柬埔寨转交两艘056巡防舰 那他不愿意评论有关于中国 也计划向柬埔寨移交云阳基地 新扩建设施相关的细节 但事实上 这个里面大有学问 是不是这样 李将军 我想说刚刚你除了说 是在这个极部地 有这个军港之外 其实他在极部地 还盖了一条铁路 就像是蔡伟委员刚刚讲的 到伊索批 所以这条铁路开到伊索批亚以后 能够把伊索批亚的这种矿产 从这个极部地运出来 极部地在什么地方呢 极部地前面就是面对着鸿海 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你干脆说面对胡塞组织 也就是说可以浅制住这个咽喉 其实我再补充一个 就是在非洲另外 那是在非洲的东海岸 在西海岸那边有一个国家加棚 解放军也在那个地方协助他们建立一个军港 那所以美国现在是坐如针毡 因为这个非洲来讲 东西两边 这个解放军在这边都有军港 都有可能 你不能说是军港 就像是刚才这个蔡伟委员讲的 是警务协定的港口 这样的话可能比较这个 反和一点美国不要不会紧张 你怎么跟我一样虚伪 那之所以简谱再来讲的话 那当然我特别要讲 这个云壤基地 他盖的这个码头有多长呢 300公尺长 为什么要盖那么长的码头300公尺 他可以停航空母舰 这样的话可能 这个蔡伟委员又有想法了 这个马上福建号 辽宁号或山东号 都有可能靠在这边 因为现在大家目前来讲 美国来讲 不管是菲律宾 在南海地方 大家都希望 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 一个运输一个港口 那云壤基地 它面对的是泰国湾 所以当这个港口云壤基地完成之后 那对解放军在南海地区称霸来讲 有一个落脚的一个港口来讲的话 对他以后在这个地方称霸 有很重要的一个 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 那为什么柬埔寨 会跟中国这么铁 这么麻吉呢 我们就要讲到 他现在领导人 叫洪马内 他爸爸叫洪森 洪森以前就跟中国很好 其实这个英美这些国家 早就注意到 他会交班给他儿子 叫洪马内 所以他很早就在培养洪马内 你知道洪马内 是哪个学校毕业吗 西点军校毕业 他是美国的西点军校毕业 英国的这个 在英国读的硕士 所以英美这些国家 早就在培养这个人 可是洪马内 他自己回来接班 他爸爸之后 他还是跟中国 保持友好的关系 他为什么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中国对他投资太多了 像现在最明显的 在替他盖一条运河 我们都知道 这条运河叫做 德崇湖南运河 当这条运河完工之后 他可以从金边 用水运的方式 将他的农产品 或将工业用品 直接运到白马港 那个白马港 就离云壤基地非常近 那我那天看到 这条运河我真是吓一跳 看到洞工的藏友 这条运河长有180公里 你想想看 180公里有多长 它从我们这边台北 大概已经到台中了 然后宽它是110公尺 深4.5公尺 可以航行3000吨的船 3000吨是什么船呢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056 056的军舰来讲的话 可以从这条运河开到金边 你想想看这条船有多大 但是关键在什么呢 关键你知道它什么时候要完工 现在是2024年吧 它什么时候要完工 它2028年完工 四年之后完工 那天我看到 开这条运河的厂庙 那真是壮观 那上百辆怪手在那边挖 然后上千辆的运土机 这个运沙石的 沙石在那边运土 也就是说 同时有上百辆的怪手 同时在那边挖 所以它动作可以这么快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个运河 就可以感受到 中国基建的实力 那跟美国他们那种 这个人工来讲的话 真的是不能比 你看那么大一条运河 可以航行三千吨 军舰可以走的运河 居然说是四年就可以完工 那你说说看 鸿马内 它会不会跟中国 这个铁在一起 那一定铁在一起 它现在港口完工 我想对解放军在南海博弈 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角色扮演 的确 不过另外一头呢 我们要看现在这个 包括日本 澳洲 要共同要深化它的合作 怎么个做法 现在看到日澳的2加2磋商 请教一下杨老师 我们看看它里面提到的 哪一些讨论的重点呢 包括就是要铺海底光缆 还有另外就是相互准入协定 那但另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包括就是现在说啊 要为完善活用长城飞弹的 反击能力 远程打击能力 来共同合作 这是要怎么个合作呢 另外一方面还有包括 就是在军舰的部分 还说也要共同来合作 请教杨老师 其实真的 简单说就是针对中国军事 发展的这种联盟性的合作 你看到它里面有提到 双方的这个军事准入 这RAA之前就有签署 那日本也跟菲律宾 英国也都有签署 然后呢 你看到它提到 特别这里面就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双方要尝试的合作发展 长城飞弹 那这个长城飞弹 它是要在澳洲内陆做实验 因为日本国度太小 然后呢 你试射这个射来社区 跟这个朝鲜的射来社区 就很危险 很危险 所以它在澳洲做这个发展 那做成功之后呢 当然一定会在日本 在冲绳做部署 它现在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日本的预算加倍 从2022年到2027年 军事预算加一倍 提高了 从原来的6兆日元 在那个时间点的那个汇率 要提高到2027年 来到11兆 而这个从23年到27年 每一年都不断的增加 加起来总共有43兆 所以也就是说 它一下子在这个未来的 这个4年之间 是有多43兆日元要去消化 而到27年之后 每年还有11兆 是 这不得了的事 你可以想象 中国预算加倍 那还得了 全世界翻了 但是为什么日本的预算加倍 就没有人有意见 日本人也没意见 每抽一根香烟都要 多扣一块日元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么多钱怎么办 它要消耗 它也找不到更多的人 来当自卫队 因为自卫队在日本 其实并不是太人气 最近已经连续 大概起码一年以上 我们看日本的节目 一大堆自卫队的公关 的那种节目 太多了 有时候看到就跳过 看到就跳过 然后广告也很少 可是呢它就做了很多 但因此呢 它就要做很多武器的研发 采购 从军舰到飞弹 到各式的武器 跟美国 然后呢跟英国 意大利 那你看呢 现在又跟澳洲 这就是因为钱多了嘛 澳洲的这个长程飞弹 我们讲飞弹 短程的是1000公里之内 中程的是1000到3000 长程是指3000到5000 或5500 5500以上 才叫洲际 他这里面如果 用精准的话 就指3000以上 3000以上 如果不是装在核武弹头 就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他大概指的是 我觉得大概指的是 中程1000公里以上 具有一定的威吓能力 日本没有核子武器 但是呢 天晓得 天晓得 他有制造核武的能力 而尹锡越的韩国是 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说 要发展核武 前两个月 上个月 韩国的国防部长 在跳出来说 我们发展核武 可能会遭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跟制裁 所以呢 大家不要再讲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未来 还是有可能 尤其他也跟这个澳洲特别谈到 针对中国军机侵犯日本领空 不不不这些东西 那难道你不知道 这个跟梁月昊的这个事情 是密切相关的吗 是啊 对不对 然后就把这个拿来 当作是一个理由 而那个海撤船 其实是中国这边 不断的主张 那边的有这个 无害的通过 绝对是合法的 而且讲理时代话 你自己画的那个领海过宽 那等等之类这些东西 日本都把它视为中国的 这个对日本的侵略 然后呢 视为所谓这个区域的 最大战略威胁挑战 所以我觉得日本 其实越来越右倾 那现在因为钱多了 真的是挡不住 我觉得接下来 中文之间的这个 军事上的冲突 会增加的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 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 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好 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